以前,上广下亲老和尚说,是人的心自己末法,佛法并没有末法。 老和尚这句话意义很深,和这段总结的戒文意思一样。 我们的心如果能够坚持正法做下去,就永远是正法时期,如同佛在世一样。 我们自己的心若是能够坚持正法,不让世俗欲望人情拖着走,不随自己的恶习气变形变质,这样就不会变成像法,甚至变成末法。 如果我们的心不肯依照正法,就是正法在我们的心中灭掉,灭尽了。 戒律上说,我们若是没有随时持戒,就是随处在毁灭佛法。 自己在毁灭佛法,当然会变成正法灭尽。 若能坚持正法,就永远是正法时期,不会生起像法,法灭尽的像法。 佛也讲过,佛子虽然离我数千里那么远,如果可以一年戒法,就如同在我的身边一样。 戒问,能另向法时已赤然,赤然就像火烧得很旺盛,很盛大光明的样子。 意思就是说,若能受持菩萨戒,虽然身世在像法的时期,也可以使佛法真实的毅力,很盛大光明的显现在世间。 处处都在流通,像法就不会灭。 能令正法永不灭尽,因为我们护持正法,将正法实行出来,所以正法可以永远流传下去。 佛法是否能永远世间,端看众生能否学佛,如法持戒。 若受菩萨戒的人,能如法持戒,那么正法就能够久住,绝对不会灭尽。 道正法时开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